3 2 1 开始 好 开始了 看这个影片啊 其实我很不想看 因为在看这个影片就在看 我怎么输的 我怎么失误的 这就跟那个下围席一样 就是你输了以后你要负止 那个负止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因为你要再去体验你的失误 不体验你的失败一次这样子 好 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经验把它分享出来啊 你看 后面那个是欧凡车队的 你看他顶到我他的前方都顶到黑黑的 我真的是 你看看一直推一直推 加减推 你看 他有后面在跟他的时候 你看他也会慢下来 他也会紧张 我想讲的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是车队的策略啊 是没有办法的 我后面是欧凡车队的 那现在你看回去前面 这两个也是欧凡车队的 你看我光被夹在中间我就保了 对不对 是吧 嗯 他们要过他们彼此啊 都比较轻松一点 哦 如果我们要过的话 可能真的 呵呵呵呵 但是真的要怪自己啊 不够快 噢 也怪 几米 这要怪几米 为什么他那天绕塞 没人帮我cover 没人帮我掩護 所以拍这个影片最主要目的是真人啊 哦 你懂吧 就是希望大家 诶 来加入滴滴滴滴车队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下场 懂吗 人多嘛 是吧 我们就可以对不对 但是 就是经验啦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就是 我人生冲啊 第一次了啊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 但是你看我就是 努力嘛 努力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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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那一天决赛 夏日天晚以后 就是甘地的那个画面啊 就是 这个就是最后的比赛结果 我从这一场比赛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我真的学到很多经验 嗯 真的 来了 你看 他从我旁边插我过 你看我 我被旁边卡住 你看旁边那个后面已经跟得过了 然后你看 这防科技已经回下去了 你看 我就在重点前一次掉了两位 嗯 然后小米是个很绅士的车手啊 他还跟我说一个 说一个就是拍谁 我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啦 比赛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是吧 他也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 啊这就是比赛 所以这个影片是在真人 对不对 真人 就是 赶快 赶快加入我们PDD车队 是吧 然后 对吧 大家一起跑 这样才会有疗机 对不对 是不是 才会有策略 才会有战略产生 OK 好啦好啦不讲了不讲了啦 就这样啦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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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